《笑傲江湖》 第301集 说话之间 二人已走上一条极窄的山道 这山道笔直向上 甚是陡峭 二人已不能并肩而行 盈盈向灵狐冲说道 你先走 还是你先走 倘若摔下来 我便抱住你 不 你先走 还不许你回头瞧我一眼 婆婆说过的话 你非听不可 好 我就先走 要是我摔下来 你可得抱住我 不行 不行 盈盈生怕灵狐冲假装失足 跟自己闹着玩 当下先行上了山道 盈盈见她虽然说笑 却是神情郁郁 一笑之后又现欺然之色 心知她对岳不群之死甚难释然 一路上顺着灵狐冲说些笑话以解愁闷 转了几个弯 已经来到玉女峰上 灵狐冲指给她看 哪一处是玉女的洗脸盆 哪一处是玉女的梳妆台 盈盈情知 这玉女峰定是她和月灵山当年常游之所 生怕更增她伤心 匆匆一瞥便即快步走过 也不细问 再下一个坡便是上朝阳风的小道 只见山岭上一处处都站满了绍岗 日月轿的轿众一分七色 随着旗帜进退 秩序井然 轿之昔日黑木崖上的布置 另有一番森严气下 灵狐冲心中暗暗佩服 人教主兄中果是有大学问 那日我率领数千人攻打少林死 弄得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哪几日月轿 这等如身使臂 如臂食指 数千人犹如一人 东方不败 自也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日月神教的轿众见到盈盈 都恭恭敬敬地攻身行礼 对灵狐冲也是极尽礼敬 齐浩一级级自打风下 打到风腰 再打到风顶 暴雨人我行得志 灵狐冲见到朝阳风 自山峰脚下起直到封顶 每一处显耀之处都布满了教众 少说也有两千来人 这一次日月轿清朝而出 看来还召集了不少旁门左道之士 共襄大举 五岳剑派的众位掌门人 就算一个也不死 五派的好手又都聚在华山 事先倘若魏家周密部署仓促应战 只怕也是败多胜少 此刻人才凋零更是绝不能与之相抗的了 眼见人我行这等声势 定是抑郁不利于五岳剑派 反正事已至此 自己独目南枝大厦 一切只好听天由命 行一步算一步 人我行真要杀尽五岳剑派 自己也不能苟安偷生 只好仗剑奋战 恒山派弟子一起死在这朝阳风上便了 灵狐中虽聪明伶俐 却无甚至谋 更不公心计 并无楚大士应巨变之才 眼见恒山全派 竟已深入罗网 也想不出什么宝派脱身之计 一切顺其自然 听天由命 他又想 盈盈和任教主是骨肉之亲 盈盈最多是两不相助 绝不能帮着自己 出什么计谋来对付自己父亲 当下他对朝阳风上诸教众 功上贤 刀出鞘的局面 只是视若无睹 和盈盈说些不相干的笑话 盈盈却早已惆怅百节 他可不似灵狐冲那般 拿得起放得下 一路上是思前想后 苦无良策 他心中寻思 冲篮是个天不怕地不怕之人 天塌下来 他也只当被赶 我总得帮他想个法子才好 盈盈料想 父亲率众大举而来 庞交客回门来了 盈盈白了他一眼 心下甚是愁苦 这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这档口 还有心思说笑 大小姐 灵狐兄弟 教主等候你们多时了 只见 一位身穿紫袍的瘦长老者 迈步近前 他满脸堆欢 握住了灵狐冲的双手 正是 向问天 灵狐冲和向问天相见 心中甚是欢喜 说道 向大哥 你好 我常常念着你 我在黑木崖上 不但听到你 威震武林的好消息 为你干杯摇注 少说 也已喝了十大坛酒 快去参见教主 说吧 他二人携手 向十楼行去 那十楼 是在东风之上 巨石高耸 天然生成一座高楼一般 十楼之东 便是朝阳风 绝顶的仙人掌 那仙人掌 是五根晴天而起的大石柱 中指最高 只见 直顶放了一张太师椅 一人端坐椅中 正是 人我行 盈盈走到仙人掌前 仰头叫了声 爹爹 林狐冲躬身下拜 说道 晚辈林狐冲 参见教主 小兄弟来得正好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不必多礼 今日 本教会见天下银行 先去公义 再谈家事 贤 贤弟 你旁请坐 林狐冲听他说到这个贤字时 顿了一顿 似是想叫出贤婿来 只是名分未定 改口叫了贤弟 乔他心中于自己和盈盈的婚事 十分赞成 又说什么 咱们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 先续公义 再谈家事 显然是将自己当做了家人 林狐冲心中喜欢 站起身来 突然之间 丹田中 一股寒气 直冲上来 全身 便似陡然间 坠入了冰窍 身子一颤 忍不住发抖 盈盈吃了一惊 抢上几步问道 怎样 我 我 灵狐冲一时 竟然说不出话来 任我行 虽然高高在上 但目光锐利 问道 你和左冷禅 交过手了吗 灵狐冲点了点头 任我行笑道 不碍事 你吸了他的寒冰真气 待会儿散了出来 便没事了 左冷禅 怎的还不来 左冷禅按摄毒计 要加害灵狐大哥和我 已给灵狐大哥杀了 哦 任我行 坐得甚高 见不到灵狐冲的脸色 但这一生之中 显然是充满失望之情 盈盈明白父亲心意 他今日大张旗鼓 威慑五月剑派 那是要将五派人众 尽数压伏 左冷禅 是任我行生平大敌 无法亲眼见到他屈膝低头 不免大为遗憾 盈盈伸左手 握住灵狐冲的右手 助他驱散寒气 灵狐冲的左手 却给相问天握住 两个人同时运功 灵狐冲便觉身上寒冷 渐渐消失 那日 任我行和左冷禅 在少林寺中相斗 吸了他不少寒冰真气 以致在雪地之中 和灵狐冲向问天 盈盈三人 同时称为雪人 但这一次 灵狐冲只是常见香蕉之计 略重左冷禅的真气 为时极赞 又非自己吸他 所以所受寒气 也颇为有限 过了片刻 便不再发抖 灵狐冲说道 好了 多谢 小兄弟 你一听我召唤 便上风来见我 很好 很好 人我行说吧 又转头对相问天道 怎的其余四派人众 到这时 还不见到来 待属下再行催唤 向问天 左手一挥 便有八名黄山老者 一列排在风前 齐声唤道 日列神教 文成武德 责备苍生 人教主有令 泰山 恒山 华山 松山四派 上下人等 速速上朝阳和南行会 各堂乡主 尽速催请 不得有误 这八名老者 都是内功深厚的高手 齐声呼吓 声音远远传了出去 诸风尽闻 但听得东南西北各处 有数十个声音答应 那自是日月教 各堂乡主的应声了 任我行微笑道 灵狐掌门 且请一旁就坐 灵狐中 见仙人掌的膝手 摆着五张椅子 每张椅子上都铺了锦段 分为黑白青红黄五色 锦段上各绣着一座山峰 北越恒山上黑 黑段上用白色丝线绣的 正是剑杏风 眼见绣工精致 单是这一张椅坯 便显得日月教这一次布置 周密之极 五月剑派 本以中月松山居首 北越恒山居末 但座位的排列 却到了转来 恒山派掌门人的座位 放在首席 其次是西月华山 松山派排在最后 自是任我行抬举自己 有意羞辱左冷禅 反正左冷禅岳不群 莫大先生天门道人 均以逝世 灵狐冲也不谦让 他攻身道 告诉 说吧 便坐入那张 黑段为坯的椅中 朝阳封上众人 默然等候 过了两久 向问天又指挥 八名黄山老者 再换了一遍 仍不见有人上来 向问天道 这些人不识抬举 迟迟不来参见教主 先招呼自己人上来吧 五湖四海 各倒各洞 各邦各寨 各山各堂的诸位兄弟 都上朝阳风来 参见教主 他们这主子一出口 封策 当时轰雷也似的叫了出来 呼声 深圳山谷 灵狐冲 不禁吓了一跳 听着声音 少说也有两三万人 这些人暗暗隐服 不露半点声息 猜想人我行的原意 是要待五岳剑派 人众到齐之后 出其不意地 将这数万人换了出来 以害人声势 压得五岳剑派 再也不敢兴反抗之意 煞时之间 朝阳风四面八方 涌上无数人来 人数虽多 却不发出半点喧哗 各人分立各处 看来事先早已操演纯属 上风来的 约有两三千人 当时左道路林中的首领人物 其属下自然是在 风妖相后 孝傲江湖 第302集 灵狐冲一瞥之下 见蓝凤凤 祖千秋老头子 纪无师等人都在其内 这些人或受日月教管辖 或一向与之互通生气 当日灵狐冲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 这些人大都曾经参加 众人目光和灵狐冲相接 都是微笑示意 却谁也不出声招呼 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外 数千人来到风上 更无别般声息 向问天右手高举画了个圆圈 数千人一起跪倒 齐声说道 江湖后进 参见神教文成武德 则为苍生圣教主 圣教主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这些人都是武功高强之士 用力呼唤 一人足可抵得十个人的声音 最后说道 圣教主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之时 日月教教众 以及聚在山腰里的群豪 也都一起叫了起来 那声音当真是惊天动地 人我行微坐不动 待众人忽必 他举手示意说道 众位辛苦了 请起 谢生教主 数千人说完 一起站了起来 灵狐冲心想 当时我出上黑木牙 见到教主奉承东方不败 那般无耻情窗 忍不住肉麻作吼 不料任教主当了教主 竟然变本加厉 教主之上 还要加上一个圣字 变成了圣教主 只怕文武百官 见了当今皇上 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也不会如此卑躬屈膝 我被学武之人 像以英雄豪杰自举 如此贱辱于人 还算是什么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大丈夫 想到此处 不由气往上冲 突然之间 丹田中一阵剧痛 眼前发黑 几乎晕去 灵狐冲双手抓住乙柄 咬得下唇出血 他知道 自从学了西星大法之后 虽然力士不用 但刚才在山洞口 被岳不群 以鱼网罩住 生死细于一线 只好将这邪法 使将出来 吸了岳不群的内力 可自己 却已大受其害 他强行克制 使得口中 不发出声音之声 但灵狐冲满头大汗 全身发颤 脸上肌肉扭曲 痛苦之极的神情 却是谁都能看得出来 祖千秋等人都目不转睛地 瞧着他 甚为关怀 盈盈走到灵狐冲身后 低声道 冲哥 我在这里 在群豪数千对眼睛 注视之下 盈盈只能说这么一声 却也已羞得满脸通红 灵狐冲回过头来 向盈盈瞧了一眼 心下烧觉好过了些 他随即想起 那日任我行 在杭州说过的话 说到 他学了这西星大法之后 得自旁人的一种真气 聚在体内 总有一日要发作出来 发作时 一次厉害过一次 任我行当年 所以给东方不败 窜了教主之位 便因困于体内的一种真气 苦思化解之法 已知将于是尽数置之度外 才被东方不败所成 人我行 求于西湖湖底十余年 潜心钻研 误得了化解之法 却要灵狐冲加盟日月教 方能受他此数 其实灵狐冲肩不肯允 乃是自幼受师门教诲 身心正邪不两立 绝技不肯与魔教 同流合污 后来见到左冷禅等 正教大宗师的所作所为 其奸诈凶险处 比之魔教 亦不遑多让 这正邪之分 便看得淡了 有时他心想 倘若任教主定要我入教 才肯将盈盈许配于我 那么马马虎虎入教 也就是了 灵狐冲本性 便随于而安 什么事都不认真 入教也罢 不入教也罢 原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那日在黑木崖上 见一众好几好汉 对东方不败和人我行 两位教主如此悲屈 口中说的 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 不由得大欺反感 心想 倘若我入教之后 也虚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 当真 网自为人 大丈夫生死有命 偷生起怜之事 灵狐冲可绝技不干 此刻 更见到人我行 作威作福 排场似乎比皇帝还要大几分 心想 当日 你在湖底黑玉之中 是如何一番光景 今日却将普天下英雄 折辱得人不像人 尾时无礼一击 正思量间 忽然听得有人朗声说道 启禀圣教主 恒山派门下众弟子来到 灵狐冲一邻 只见一和一清 一邻等一干恒山弟子 相互扶持 走上风来 不戒和尚和田伯光 也跟随在后 报大厨朗声道 众位朋友 请去参见圣教主 怡清等人 见灵狐冲坐在一旁 知道 人我行是他的未来乐障 心想 虽然正邪不同 但瞧在掌门人的面上 以后辈之礼相见便是 当下他们走到仙人掌前 攻身行礼说道 恒山派后学弟子 参见仁教主 跪下磕头 一清朗声道 我们是出家人 拜佛 拜菩萨 拜师父 不拜凡人 圣教主不是凡人 他老人家是神仙圣贤 便是佛 便是菩萨 一清转过头 向灵狐冲瞧去 灵狐冲摇了摇头 要杀便杀 恒山弟子 不败凡人 说得好 说得好 向问天怒道 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到这里来干什么 向问天 眼见恒山派弟子 不肯向人我行磕头 事成僵局 倘若去为难这杆 女弟子 于灵狐冲脸上便不好看 当即便去对付不戒和尚 以分人我行之心 把磕头之事 混过去便是 不戒和尚此时笑道 和尚是大庙不收 小庙不要的野和尚 无门无派 听见这里有人聚会 便过来瞧瞧热闹 今日日月神教 在此会见五月剑派 闲杂人的 不得在此啰嗦 你下山去吧 向问天这么说 那是冲着灵狐冲的面子 可算得已颇为客气 他见不戒和尚 和恒山派女弟子同来 料想和恒山派有些瓜葛 不欲令他过分难堪 不戒和尚笑道 这华山又不是你们魔教的 我要来便来 要去便去 除了华山派师徒 谁也管我不着 这魔教二字 大犯日月教之计 武林中人虽在背后 长提魔教 但若非公然为敌 当着面 绝不会以此相称 不戒和尚心之口快 说话肆无忌惮 听得像问天 和他下山 十分不快 哪管对方人多势众 竟然毫无惧色 向问天 转向灵狐冲道 灵狐兄弟 这丁和尚和贵派 有什么感性 灵狐冲胸腹间 正疼得死去活来 他颤声大道 这 这位不戒大使 人我行 听不戒 公然口称魔教 极为气恼 他只怕灵狐冲说出 跟这和尚大有渊源 可就不便杀他 不等灵狐冲说弊 便急喝道 将这封僧毙了 责命 八名皇医长老 齐声应道 是权掌齐师 便向不戒 攻了过去 你们世人多吗 不戒只说的几个字 八名长老 已然公道 只听得那婆婆骂道 好不要脸 当下窜入人群 和不戒和尚背靠着背 举掌迎敌 那八名长老 都是日月教中 第一等的人才 武功与不戒和那婆婆 均在伯仲之间 以八对二 数招间便占了上风 田伯光拔出单刀 仪林提起长剑 加入战团 他二人武功 显示远逊 八长老中 二人分身迎敌 田伯光 仗着刀块 尚能抵挡的一阵 仪林 却被对方逼得 气都喘不过来 若不是那长老 见仪林 身着横山派衣服 瞧在灵狐冲脸上 容他几分 早就把他杀了 灵狐冲 弯腰左手 按着肚子 右手 抽出长剑叫道 启 启门 他抢入战团 长剑颤动 连出八招 逼退了四名长老 他转过身来 又是八剑 这一十六招 独孤剑法 每一招 都指向各长老的 要害之处 八名长老 被他逼得手忙脚乱 又不敢当真和他对敌 纷纷退了开去 灵狐冲俯身 蹲在地下 说道 任教主 请求在我的面子上 让他们 下面这两个去吧 便再也说不出口 任我行 见到这等情景 料想 他体内一种真气发作 心知 女儿非此人不嫁 自己 原来也爱惜灵狐冲的人才 自己既无儿子 便盼他将来能接任 神教教主之位 当下点了点头说道 即使 灵狐掌门求情 今日便网开一面 向问天身形一晃 双手连辉 已经分别点了 不戒和尚 田伯光 和仪林四人的穴道 他出手之快 实在是神乎奇迹 那婆婆虽然身法如电 竟然也逃不开他的手脚 灵狐冲惊道 你放心 圣教主已说过 网开一面 来八个人 说话间 便有八名青山教徒 跃众而出 躬身道 今凤相托身父 四个男的 四个女的 当下四名男教徒退下 四名女教徒走上前来 这四人出言无状 本应杀雀 圣教主宽大为怀 瞧着灵狐掌门脸面 不予处分 将他们背到风下 解决释放 是灵狐掌门的朋友 不得无礼 八人公身答应 背负着四人 下风去量 笑傲江湖 第三百零三集 灵狐冲和盈盈 见不戒等四人 逃过了杀身之恶 都输了口长气 灵狐冲颤声道 多 多些 他却是蹲在地下 再也站不起来 适才 他连攻一十六招 虽将八名长老逼开 但这八位长老 各个武功精湛 他这剑招 又不能伤到他们 使这一十六招 虽只顺息监视 却以大好精力 胸腹肩疼痛 更加厉害 向问天暗暗担心 他的脸上 却不动声息 笑道 灵狐兄弟 有点不舒服吗 向问天和灵狐冲 当年力斗群雄 一劫金兰 虽然相聚日少 但这份交情 却是生死不渝 他挟住灵狐冲的手 扶他到椅子上坐下 暗疏真气 助他抗欲体内 真气的巨变 灵狐冲心想 自己身有悉心大法 向问天如此做法 无意让自己 吸取他的功力 赶忙用力 挣脱向问天的手 说道 向大哥 不可 我已经好了 任我行说道 五月剑派之中 只有恒山一派 前来附会 其余四派师徒 竟胆敢不上风来 咱们可不能客气了 便在此时 上官云快步奔上风来 走到仙人掌前 躬身说道 骑兵生孝主 在丝瓜崖山洞之中 发现数百具尸首 嵩山派掌门人 左冷禅便在其中 尚有嵩山 恒山 泰山诸派好手 不计其数 似是自相残杀而死 恒山派掌门人 莫大哪里去了 属下仔细检视 尸首中并无莫大在内 华山各处 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灵狐冲和盈盈 又感欣慰又是诧异 二人对望了一眼 君想 莫大先生 行事神出鬼没 居然能够脱险 猜想 莫大先生当时 多半是躺在尸首堆中 假装死了 直到风平浪静 这才离去 只听得上官云又道 泰山派的玉庆子 玉音子等 都死在一起 这 这从何说起 在那山洞之外 又有一具尸首 是谁 属下检视之后 确实是华山派掌门 也就是新晋夺得 五岳派掌门之位的 君子建岳不群岳先生 上官云知道 灵狐冲将来在本教 必将执掌重拳 而岳不群 是他授业师父 因此言语中 就客气了些 人我行听的 岳不群也已死了 不由得茫然若失 问道 是谁杀死他的 属下在 丝瓜崖山洞中 检视之时 听到后洞口 有争斗之声 出去一看 见识一群 华山派门人 和泰山派的道人 在剧烈格斗 都说对方 害死了本派师父 双方打得很是厉害 死伤不少 陷下已军拿在风下 听由圣教主发落 岳不群 是给泰山派杀死的 泰山派中 哪有如此好手 横山派中 宜青朗声道 不 岳不群 是我横山派中 一位师妹杀死的 是谁 便是刚才下风去的 宜林小师妹 岳不群 害死我派掌门师父 和定义师叔 本派上下 无不恨之切骨 近日菩萨保佑 掌门师父 和定义师叔有灵 借着本派一个 武功低威的 小师妹之手 诸死元凶巨恶 嗯 原来如此 那也算是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了 像问天和众长老等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君感甚是没趣 此番日月教大举前来华山 事先布置周降异常 不但全教好手进出 更召集了属下 各邦各债各动各岛群豪 准你一举 而将五月剑派尽数收服 五月派如不肯降服 便急拒而兼之 从此 人我行和日月神教 威震天下 再挑了少林武当两派 政教中更无一派能与抗守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基业 便于今日在华山朝阳风上 轰轰烈烈地殿下了 不料 左冷禅 岳不群 以及泰山派中的几名前辈 进阶自相残杀而死 莫大先生不知去向 四派的后辈弟子也没剩多少 人我行单精节律的一番巧妙策划 竟然进阶落空 人我行是越响越怒 大声道 将五月剑派 那些还没有死光的狗崽子 都给我压上风来 上官云应了一声 转身下去传令 灵狐冲体内的一种真气 闹了一阵 渐渐静了下来 听他人我行说 五月剑派 那些还没死光的狗崽子 虽然他用意并不是在骂自己 但恒山派毕竟也是五月剑派之列 心下老大没趣 过了一会儿 只听得吆喝之声 日月教的两名长老率领教重 压着松山泰山横山华山四派的 三十三名弟子来到封上 华山派弟子本来就不多 松山泰山横山三派 这次来到华山的好手 十九都已战死 这三十三名弟子 不但都是无名之辈 而且个个身上带伤 若非日月教重扶持 根本就无法伤风 任我行一箭大怒 不等个人走进贺岛 要这些狗崽子干什么 带了下去 都带了下去 谨遵圣教主令旨 这些长老又将三十三名受伤的四派弟子 带下风去 任我行空口咒骂了几句 突然哈哈长笑 说道 这五岳剑派叫做天作孽 不可活 不劳咱们动手 他们屋里反 自相残杀 从此江湖之上 再也没有他们的字号了 项文天和石长老一起攻身说道 这是圣教主鸿福齐天 漂亮消丑 自行殒灭 项文天又道 五岳剑派之中 恒山派却是一支独秀 佼佼不群 那都是灵狐掌门领导有力之功 今后 恒山派和咱们神教 同气联支 共享荣华 恭喜圣教主 得了一位少年英侠之中 举世无双的人才 作为壁住 正是 向左使说得很好 灵狐小兄弟 从今日起 你这恒山一派可以散了 门下的众位师太和女弟子们 愿意到我们黑木崖去 故事欢迎得紧 否则 扔留恒山 那也不妨 这恒山下院 算是你副教主的一支亲兵吧 啊 哈哈哈哈 众人听到副教主三字 都是一呆 随即欢声雷动 四面八方都叫了起来 灵狐大侠 出任我叫副教主 真是好极了 恭喜圣教主得个好帮手啊 恭喜圣教主 恭喜圣教主 恭喜副教主 圣教主万岁 副教主九千岁 朱教仲眼见灵狐冲 即将做教主的女婿 又当上了副教主 他日教主之位 自然非他莫属 直到灵狐冲为人随和 日后个人多半不必再像 目前这般日息坠坠 唯恐大获临头 其余江湖豪市 有一大半曾随灵狐冲 攻打少林寺 和他同过患难 又或受过盈盈的赐药之恩 欢呼拥戴之意 都是发自忠诚 向问天笑道 恭喜副教主 咱们先喝一次 欢迎你加盟的喜酒 跟着便喝你跟大小姐成亲的喜酒 这就叫好事成双 喜上加喜 灵狐冲心中 却是一片迷惘 只知此事万万不可 却不知如何推辞才是 又想 自己倘若立此不救 与盈盈竭离之望 便此绝了 人我行一怒之下 自己便有杀身之祸 自己死不足惜 但恒山全派弟子 只怕一个个都会丧身于此 该当立即推辞 还是暂且答应下来 让恒山众弟子拖了险再说 灵狐冲缓缓转过头去 向恒山派众弟子瞧去 只见有的脸现怒涩 有的垂头丧气 有的大事惶惑 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得上官云浪声道 咱们以圣教主为首 副教主为父 挑少林客武当 昆仑峨眉不攻自下 再要灭了丐帮 也不过举手之劳 圣教主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副教主寿比南山 福泽无穷 灵狐冲心中本来好生 伪绝不下 听上官云赐了自己 八字诵词 什么寿比南山 福泽无穷 笔之人我行的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似乎是差了一级 但也不过是 九千岁与万岁之别 若是真当了这副教主 这八字诵词 只怕就此永远 跟定了自己 想到此处 觉得十分滑稽 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一声笑 显示大有几次之意 人人都听了出来 瞬时间朝阳风上一片寂静 想问天道 灵狐掌门 圣教主以副教主之位相授 那是蒲天下武林之中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 快去谢过了 灵狐冲心中突然一片明亮 再无犹豫 他站起身来 对了仙人掌 朗声说道 任教主 晚辈有两件大事 要向教主沉说 胆说不妨 第一件 晚辈受恒山派前掌门 定闲师太的重托 出任恒山掌门 纵不能光大恒山派门户 也绝不能将恒山一派 带入日月神教 否则将来九泉之下 有何面目 去见定闲师太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乃是私事 我求教主将恋爱千金 许配与我为妻 孝傲江湖 第304集 众人听灵狐冲说到第一件事时 觉得事情要糟 但听他跟着说的第二件事 竟然是公然求婚 乌不相顾玩耳 任我行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件事 一般 你将恒山派掌门之位 交给一位师太接冲便是 你自己加盟神教之后 恒山派是不是加盟 竟可从长几 第二件呢 你和盈盈情投意合 天下皆知 我当然大运将她配你为妻 那又何必担心 嗯 哈哈哈哈 众人随声附和 都大声欢笑起来 灵狐冲转头向盈盈瞧了一眼 见她红韵双颊 脸露喜色 但众人笑了一会儿 朗声说道 成教主美意 要晚辈加盟跪教 且以高位相守 但晚辈 是个素来不会守规矩之人 若入了跪教 定然坏了教主大事 仔细思量 还望教主 收回成意 任我行 心中大怒 冷冷地道 如此说来 你是 绝技不入神教了 正是 一时朝阳风上 群豪 尽皆失色 你体内积住的一种真气 今日已发作过了 此后多则半年 少则三月 又将发作 从此 一次比一次厉害 化解之法 天下 只我一人知道 当日在杭州梅庄 以及在 邵氏山脚下 雪地之中 教主曾 严起此事 晚辈是才尝过 这一种真气 发作为患的滋味 确实犹如 身历万死 但大丈夫 涉足江湖 生死苦乐 原也计较不了 这许多 哼 你倒说的嘴 今日你恒山派 都在我掌握之中 我便一个 也不放你们活着下山 那也易如反掌 恒山派虽然大都是 女流之辈 却也无所畏惧 教主要杀 我们誓死周旋便是 怡青伸手一挥 恒山派众弟子 都站到了 灵狐冲身后 只听得怡青朗声道 我恒山派弟子 为掌门之命侍从 死无所惧 死无所惧 敌众我寡 我们又入了圈套 日后江湖上 好汉终究知道 我恒山派 如何立战不屈 今日杀了你们 倒说是 我暗设埋伏 以寄相害 灵狐冲 你带领 门人弟子 回去恒山 一个月内 我必亲上 剑姓风来 那时 恒山之上 若能留下一条狗 一只鸡 算是我姓人的梅种 圣教鸡先 以日月教的声势 要上剑姓风去屠灭恒山派 叫之此刻立即动手 相差者也不过多一番跋涉而已 不论恒山派回去之后 如何布置防备 日月教定能将之杀得干干净净 以前五月剑派和日月教为敌 五派互为支援 一派有难 四派齐志 饶是如此 百余年来也只能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 眼下 五月剑派中只剩下一派 自然绝技无法和日月教相抗 这一劫 恒山派众人 无不了然 人我行说要将恒山派杀得鸡犬不留 绝非大言 其实在人我行心中 此刻却已另有一番计较 灵狐冲剑术虽精 毕竟孤掌难鸣 恒山一派已不足为患 他挂在心上的 其实是少林与武当两派 心想 灵狐冲回去 突然向少林和武当求援 这两派也必尽谴高手 上渐兴风去相助 他偏偏不攻恒山 却出其不意地突袭武当 再在少氏山与武当山之间 设下三道厉害的埋伏 武当山和少林寺相距不过数百里 武当有事 自然就近通知少林 这时 少林寺的高手一大半去了恒山 余下的定然清朝而出 前赴武当相援 那时 日月神教一举挑了少林派的根本重地 先将少林寺烧了 然后埋伏尽起 前后夹击 将赴武当应援的少林僧宗歼灭 再重重围困武当山 却不计进攻 等到恒山上的少林武当两派好手 得知讯息 千里奔令赶来武当 日月神教以一代劳半路伏击定可得手 此后 公武当灭恒山 已是一如反掌了 人我行在这顺时之间 已然定下除灭少林武当 两大劲敌的大忌 在心中反复盘算 撂想十九可乘 灵狐冲不肯入教 虽然消耀了自己脸面 但正因此一来反而成就了日月神教 一统江湖的大业 心中欢喜 事事难以形容 灵狐冲向盈盈道 盈盈 你是不能随我去的了 盈盈早已诛泪盈眶 这时再也不能忍耐 泪水从面颊上直流下来说道 我若随你而去恒山 乃是不孝 倘若赴你 又是不义 孝意难以两全 冲哥 冲哥 自今而后 勿再以我为念 反正你 子杨 反正你已命不久长 我也绝不会比你夺活一天 你爹爹亲口将你许佩勇 她是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圣教主 岂能言而无信 我就和你在此拜堂成亲 结为夫妇如何 盈盈一争 她虽早知灵狐冲 是个胆大妄为 骆驼不羁之徒 却也料不到 她竟会说出这等话来 不由得满脸通红说道 这 这如何可以 那么 咱们就此别过 灵狐冲 深知盈盈的心意 待人我行 率众攻打横山 将自己杀死之后 盈盈必自杀殉情 此事事所必然 无法劝阻 倘若此刻 盈盈能破除世俗之剑 肯与自己在这朝阳风上 结成夫妻 同归横山 得享数日 燕耳新婚之乐 然后 携手同死 更无余恨 但此举太过惊世骇俗 我浪子灵狐冲 故可行之不宜 却绝非这位拘禁腆的人大小姐所肯为 何况这么一来 更让盈盈付了不孝之名 当下哈哈一笑 她向人我行抱拳行礼 又向向问天 以及朱长老 做了个四方一 说道 灵狐冲在渐行风上 恭候诸位大驾 说着她转身便走 向问天道 请慢 取酒来 平狐兄弟 今日不大醉一场 更无后期啊 妙急妙急 向大哥 确是我的知己 日月教此番来到华山 事先详家筹划 百无俱备 向问天一声酒来 便由属下教众 捧过几坛酒来 打开坛盖 是真在碗中 向问天和灵狐冲 各干一碗 就在此时 仁从中走出一个矮胖子来 却是老头子 他说道 灵狐公子 你大恩大德 小老儿永远不忘 今日来敬你一碗 说着 举起碗喝干 老头子 只是日月教管辖的 一名江湖散人 和向问天的地位 不可同日而语 灵狐冲今日不肯入教 公然得罪人我行 老头子 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色 居然敢向他来敬酒 只怕转眼间便有 杀身之祸 老头子 重义轻生 自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群豪见老头子如此大胆 乌不暗暗佩服 跟着祖千秋 既无师 蓝凤凰 黄伯流等人 一个个过来敬酒 灵狐冲是酒到碗干 眼见来敬酒的好汉 仍是络绎不绝 他心想 这许多朋友如此敲得起我 灵狐冲这一生也不枉了 却何必害了他们的心 当下灵狐冲举起大碗 说道 众位朋友 灵狐冲已不生酒力 今日不能再喝了 众位前来攻打恒山之时 我在恒山脚下真满美酒 大家 喝醉了再打 说着将手中的一碗酒干了 群豪齐声叫道 灵狐掌门 快雨啊 喝醉了酒 活里糊涂乱打一场 倒也有趣 灵狐冲将酒碗往地下一掷 醉熏熏地往风下走去 一清一喝等恒山群弟子 跟随下风 当群豪和灵狐冲饮酒之时 人我行只是微笑不语 心中却在细细盘算 在少林和武当之间的三道埋伏 该当如何安排 如何阳攻恒山 方能引得少林武当两派高手前去复原 攻武当山 如何网开一面 好让武当派中有人出外 向少林寺求援 还必须得做得四模四样 方能令得对方最攻心计之人 也瞧不破七中机关 待得灵狐冲大醉下山 他破武当客少林的诸般细节 在心中已然大致盘算就绪 人我行又想 这些家伙 当着我的面 竟敢向灵狐冲小子敬酒 这笔账 慢慢在算 眼前佣人之计 暂且隐人不发 待到少林 武当 恒山三派 齐灭之后 今日向灵狐冲敬酒之人 一个个都没好下场 孝傲江湖 第三百零五集 人我行正字盘算 忽然听得像问天道 大家听了 圣教主 明知灵狐冲 倔强顽固 不受抬举 却仍然好言相劝 故事圣教主 宽大为怀 爱惜人才 但另有一番深意 却非灵狐冲 这一介莽夫所能知啊 咱们今日 不费吹灰之力 灭了嵩山 泰山 华山 恒山四派 日月神教 威名大振 圣教主 千秋万载 一同将武 武林中 尚有少林武当两派 是本教的心腹之患 圣教主正是要 着落在灵狐冲身上 安排巧技 扫荡少林 诛灭武当 圣教主算无一策 成竹在凶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算定灵狐冲 不肯入教 果然是不肯入教 大家向灵狐冲敬酒 便是出于圣教主 事先嘱咐 教众一听 心中军道 原来如此 又都大声叫道 圣教主 千秋万载 一同将武 向问天追随人 我行多年 深知他的为人 自己一时 寄予意气 向灵狐冲敬酒 此事定为他所不喜 自己倒还罢了 其余众人 也跟着敬酒 事不免有杀身之祸 当即 编了一番言语出来 以全人 我行之颜面 也盼凭着这几句话 能救老头子 纪巫师等 诛人的性命 这么一说 众人敬酒之事 非但于人我行的威严 一无所损 反而更显得 他高瞻远瞩 料事如神 人我行 听向问天 如此说法 心下甚喜 心中安详 毕竟 向左使随我多年 明白我的心意 然而 他随之我要扫荡少林 诛灭武当 如何灭法 他终究猜想不到了 这个大方略 此后一步步的行将出来 实现连他 也不让知晓 只听得上官云大声说道 圣教主置珠在握 天下大事都早在他老人家的算计之中 他老人家说什么 大伙就干什么 再也没有错的 又听报大处说道 圣教主 只要小指头抬一抬 咱们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万死不辞 对 为圣教主办事 就算死十万次 也比糊里糊涂的 活着快活得多 众兄弟都说 一生之中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几天了 咱们每天都能见到圣教主 见圣教主一次浑身有劲 心头火热 胜于苦练内功十年 圣教主光照天下 由此我日月神教 责备苍生 又如大汉天降下的甘霖 人人见了欢喜 心中感恩不尽哪 这古往近来的大英雄大豪 这大圣贤中没有一个能及得上圣教主的 孔夫子的武功 哪有圣教主高强 那关王爷是匹夫之勇 哪有圣教主的智谋 那诸葛亮既测虽高 叫他提把剑来 跟咱们圣教主比比剑法看看 孔夫子 关王爷 诸葛亮 谁都比不上我们圣教主 咱们神教一统江湖之后 把天下文庙中的孔夫子神像搬出来 又把天下五庙中 关王爷的神像请出来 请他们两位让让位 供上咱们圣教主的长生路位 圣教主活一千岁 一万岁 咱们的子子孙孙 十八代的灰孙子 都在圣教主麾下 听由他老人家驱寺 圣教主千秋万载 一同江湖 千秋万载 一同江湖 人我行听着属下教众 鱼词如潮 虽然有些言语 未免荒诞不惊 但听在耳中 着实受用 他心想 这些话其实也没错 诸葛亮武功 固然非我敌手 他六出骑山 为见尺寸之功 说到智谋 难道又急得上我了 观云长过五官 斩六将 故事神勇 可是若和我单打独斗 又怎能生得过 我的悉心大法 孔夫子弟子不过三千 我属下教众 何止三万呢 他率领三千弟子 齐齐晃晃的东奔西走 绝梁在尘 束手不策 我率数万之中 横行天下 从心所欲 义无阻难 孔夫子的才智 和我人我行相比 却又差得远了 但听得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之声 震动天地 站在风摇的江湖豪市 跟着齐声呐喊 四周群山 君有回声 人我行 躊躇满志 站起身来 教仲见教主站起 一起拜伏待地 顺时之间 朝阳风上 一片寂静 耿吾半点声息 阳光照射在 人我行脸上身上 这日月神教教主 威风凛凛 宛若天神 人我行 哈哈大笑说道 说到那金字 突然声音哑了 他一运气 要将下面那个日字说了出来 只觉得胸口抽搐 那个日字无论如何说不出口 人我行 右手按胸 要将一股涌上猴头的热血压将下去 只觉得头脑晕眩 阳光耀眼 灵狐冲 大嘴下风 直至午夜方醒 酒醒后 使之身在旷野之中 恒山群弟子远远坐着守卫 灵狐冲头痛欲裂 想起自今而后 只怕和盈盈再无相见之期 不由得心下大痛 一行人来到恒山渐兴风上 向定贤定静定义三位师太的灵位 即告大仇以报 众人料想 日月教 但西间便来攻山 一战之后 恒山派必定覆灭 好在胜负之术早已预知 众人反而放宽胸怀 无所担心 不戒夫妇 怡林 田伯光等四人 在华山脚下便已和众人相会 一起来到恒山 众人均想 就算是勤练武功 也不过多杀了几名日月教的教众 于是毫无补义 大家索性连剑法也不练了 虔诚之人 每日里勤练经文 愚人是满山游玩 恒山派本来戒律惊严 朝课晚课丝毫无怠 这些日子中却难得轻松自在一番 过得数日 渐性风上忽然来了十名僧人 为首的是少林寺方丈 方正大师 灵狐冲正在主庵中自针自引 积桌唱歌自得其乐 呼听得方正大师到来 不由得又惊又喜 赶忙抢出湘迎 方正大师见灵狐冲赤着双脚 鞋子也来不及穿 是满脸酒气 他微笑道 古人道履迎宾 总还记得穿鞋 灵狐掌门不履湘迎 待客之城 更胜古人了 灵狐冲攻身行礼说道 方正大师光降 灵狐冲不曾远迎 师生惶恐 方正大师也来了 方正微微一笑 灵狐冲见其余八名僧人 都是白须飘动 叩问法号 君是少林寺方自辈的高僧 灵狐冲赶忙将众位高僧 迎入庵中 在蒲团上就坐 这主庵 本是定闲师太清修之所 向来一尘不染 自从灵狐冲入居以后 满屋都是酒坛酒碗乱七八糟 灵狐冲脸上一红 说道 小子无壮 中卫大师误会 方正大师微笑道 老僧今日白山 乃为商量要事而来 灵狐掌门不必客气 听说 灵狐掌门 为了维护恒山一派 不受日约教 副教主之位 故将性命置之度外 更甘愿割舍 人大小姐 这等生死同心的爱律 武林同道 无不亲养 我不愿为了恒山一派 而牵连武林同道 不许本派弟子泄露此事 以免少林武当猪派来远 大动干戈 多索杀伤 不料方正大师 还是得到了讯息 大师谬散 令人好生惭愧 晚辈和日月教 任教主之间 恩怨纠葛甚多 说之不尽 有夫人大小姐恩义 事出无奈 大师不加责备 反加奖免 晚辈万万不敢当 任教主 要率众来和贵派为难 今日 松山 泰山 恒山 华山四派 聚以示威 恒山一派 别无外援 灵护掌门 却不遣人来避室传训 莫非当我少林派僧众 是贪生怕死 不顾武林义气之辈吗 绝其不敢 当年晚辈不自检点 和日月教首脑人物结交 此后种种祸事 皆由此起 晚辈自私一人做事一人当 连连恒山全派 依然心中不安 如何再敢惊动大事 和冲须道长 倘若少林武当两派 仗义来源 损折人手 万辈之罪 可万死莫属了 令狐掌门此言差矣 莫叫要回我少林 武当于五岳建派 百余年前 便已存此心 其实老纳都未出事 和灵活掌门又有何干 先是昔日长家教会 此来正邪不两立 魔教和我正教各派 连年相斗 仇怨几种 晚辈实浅 直到双方各让一步 便可化解 殊不知 人教主与晚辈 渊源遂深 到头来 终于仍需兵戎相见 你说双方各让一步 便可化解 这句话本来是不错的 日月教和我正教各派 连年相斗 其实也不是有什么 非拼个你死我活的原因 只是双方首领 都想独霸武林 一欲诛灭对方 那日老纳与冲须道长 灵活掌门三人 在悬空寺中误弹 神以宋山左掌门 混以五岳剑派为忧 便是怕他 这独霸武林的野心 听说 日月俏俏主有句话 说什么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既存此心 武林中如何更有宁日 江湖上各邦各派 宗旨行事大相径庭 一统江湖 万不可能 方正大师说的甚是 任教主 既说一个月之内 要将恒山之上 杀得鸡犬不留 他沿处如山 绝无更改 现下少林 武当 昆仑 峨梅 空桐 各派的好手 都已聚集在 恒山脚下了 孝傲江湖 第306集 灵活中文言 吃了一惊 跳起身来说道 有这等事 朱派前辈来源 晚辈懵然不知 当真该死至极 恒山派 既知魔教 一旦来攻 人人均无杏力 什么放哨 手遇等等 尽数枉费力气 事已将山下的哨岗 早就撤了 灵活中又道 请朱卫大师 在山上休息 晚辈率领本门弟子 下山迎接 方正大师摇头道 此番各派同舟共计 携手抗敌 这等客套 也都不必了 大伙一切 都已有安排 是 不知方丈大师 何以得知日月教 要攻恒山 老纳接到一位 前辈的传书 方才得惜 前辈 方正大师 在武林中 辈分极高 如何更有人 是他的前辈 这位前辈 是华山派的名宋 曾经教过 灵活掌门剑法的 封太师叔 正是封前辈 这位封前辈 派了六位朋友 到少林寺来 使之灵活掌门 当日在朝阳 封上的言行 这六位朋友说话 有点缠家不清 不眠有些啰嗦 有喜互相争辩 但说了几个时辰 老纳耐心听着 到后来 终于也明白了 是讨苦六仙 正是讨苦六仙 晚辈到了华山后 便想去拜见 丰太师叔 但诸种事端 分支塌来 直至下山 始终没能去 向他老人家磕头 想不到他老人家 暗中都知道了 这位封前辈 行事 如神龙 见首不见尾 他老人家 既在华山隐居 日月教 在华山 肆无忌惮地横行 他老人家 岂能置之不理 桃谷六仙 在华山胡闹 这一回事 公身道 方丈大师 照顾晚辈 早已非止一字 不敢当 老那既知此事 别说封老前辈有命 自当遵从 但凭着 贵我两派的渊源 灵狐掌门 与老那的交情 也不能修首 何况此事 官是各派的生死存亡 魔教毁了恒山之后 难道能放过 少林武当各派吗 因此 立即发出书信 通知各派 集齐恒山 公与魔教 决一死战 灵狐冲 那日自华山朝阳风下来 便已然心灰意烂 眼见日月教 这等声势 恒山派绝非其敌 只等人我行 哪一日率众来攻 恒山派上下奋力抵抗 一起战死便是 虽然也有人现意 向少林武当诸派求救 但林狐冲只问的一句 就算少林武当两派一起来救 能挡得住魔教吗 现意之人便即哑口无言 林狐冲又道 既然无法救得恒山 又何必累得少林武当 突然折损不少高手呢 在林狐冲内心 又实在不愿和人我行 向问天等人相斗 和盈盈共结连理之望 冀绝 不知不觉间 便生自暴自弃之念 只觉得活在世上索然无畏 还不如早早死了干净 此刻 见方正等受了风轻扬之托 大举来圆 精神为之一振 但真要和日月教中这些人拼死相斗 却还是提不起兴致 只听得方正又道 灵狐掌门 出家人慈悲为怀 老纳绝不是好勇斗痕之徒 此次如能善罢 自然再好没有 但咱们让一步 任教主进一步 今日之时 并不是咱们不肯让 而是任教主 非将我正教各派 尽数捉灭不可 除非咱们人人向他磕头 告呼 圣教主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阿弥陀佛 他在圣教主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十一字之下 加上一句阿弥陀佛 听来十分滑稽 灵狐中不禁笑了出来说道 正是 晚辈只要一听到什么圣教主 什么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全身便起鸡皮疙瘩 晚辈喝酒三十万不醉 多听得几句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忍不住头昏眼花 当场便会醉倒 他们日约叫这种咒语 当真厉害得紧 封前辈在朝阳风上 见到灵狐掌门 头昏眼花的情景 特命陶古六仙 带来一篇内功口诀 要老纳带传灵狐掌门 陶古六仙说话家产不清 口授内功秘诀 倒是条理分明 十分难得 想必是封前辈 硬逼他们六兄弟被赎了的 便请灵狐掌门带路 赴内堂传授口诀 灵狐冲 恭恭敬敬领着方正大师 来到一间静世之中 这是封清阳 命方正代传口诀 犹如太师叔本人 亲临一般 灵狐中当即向方正跪了下去 说道 封太师叔带弟子 恩重如山 方正也不谦让 受了他跪拜 说道 奉前辈 对灵狐掌门期望极后 盼你依照口诀 亲家休息 是 弟子孙命 当下 方正将口诀 一句句地缓缓念了出来 灵狐冲用心寄送 这口诀也不慎常 前后只一千余字 方正一遍念弊 要灵狐冲心中暗记 又过了一会儿 又念了一遍 前后一共念了五次 灵狐冲从头背诵 寄以无 封前辈所传 这内宫心法 虽只寥寥千余字 却是博大净身 非同小刻 咱们刀载之交 恕老那直言 领狐掌门剑术随惊 与内宫一到 却似乎并不擅长 万辈于内宫所致 只是皮毛 大师不弃 还请多加指定 封前辈 这内宫心法 和少林派内宫 自是颇为不同 但天下武功 殊途同归 其中根本要是 义无大别 灵狐掌门 若不嫌老那多事 便由老那 世家解释 灵狐中知道 他是当今武林中 数一数二的高人 得他指点 无疑是丰太师叔亲授 丰太师叔 所以托他传授 当然也是因为 他内宫精深之故 他忙躬身道 万辈 功领大师教诲 不敢当 当下 将那内宫心法 一句句地 降加剖析 又指点 种种呼吸 运气 土纳搬运之法 林狐冲 被那口诀 本来只是强计 经方正大师 这么一加剖析 这才值 每一句口诀之中 都包含着 无数惊骚的道理 林狐冲悟性 原来极高 但这些内宫的经要 每一句 都足供他 思索半天 好在方正大师 不厌其详的 细加说明 令他瞪时 窥见了武学中 另一个 从未涉足的 奇妙境界 林狐冲叹了口气 说的 方正大师 晚辈这些年来 在江湖上 大胆妄为 时因不知 自己浅薄 思之实为汗颜 虽然晚辈 命不久长 无法修习 丰太师叔 所传的 精妙内功 但古人 好像有一句话 说什么 只要早上 听见大道理 就算晚上死了 也不打紧 是不是 这样说的 找闻道 惜死可以 是了 便是这句话 我听师父说过 今日得灵 大师指点 真如瞎子 开了眼一般 就算更无日子修炼 也是一样的欢喜 我正教各派 举一聚集在横山 左近 把手各处要道 带到魔教来宫 大伙和之周旋 也未必会输 灵护掌门 何必如此气短 这内功心法 自非数年之间 所能练成 但练一日 有一日的好处 练一时 有一时的好处 这几日所有无事 灵护掌门 不方便练了起来 撑着老那 在跪山打扰 正好共同参演 大师盛情 晚辈感激不尽 这当儿 只怕冲须道兄也到了 咱们出去瞧瞧如何 原来冲须道长 大家到来 当真怠慢 灵护中赶忙站起身来 当下和方正大师二人 回到外堂 只见佛堂中 已点了烛火 二人这番传功 足足花了三个多时辰 天色早已黑了 笑傲江湖 第三百零七集 只见三个老道 坐在蒲团之上 正和方生大师等说话 其中一人便是冲须道人 三道见方正和灵狐冲出来 一起起立 灵狐冲拜了下去说道 恒山有难 呈诸位长老千里来远 碧派上下 实不知何以为报 冲须道人赶忙扶起下道 老道来了好一会儿了 得知方丈大师 正和小兄弟在内室 参研内功精益 不敢打扰 小兄弟学得了精妙内功 现买现卖 待人我行上来 便在他身上试试 叫他大吃一惊 这内功心法博大精深 晚辈数日之间 哪里学得会 听说峨眉 昆仑 空铜诸派的前辈 也都到了 该当请上山来 共以大计才是 不知众位前辈 以为如何 他们躲得极是隐秘 以防为人老魔头手下的探子所知 若请大伙上山 只怕泄露了消息 我们上山来时 也都是化妆了的 否则贵派子弟 怎的不先来通报 灵狐中想起 和冲须道人出狱之时 他化妆成一个骑驴的老者 另外有两名汉子相随 其实也均是武当派中的高手 此时细看之下 认得 另外两位老道 便是昔日在湖北道上 曾和自己比过剑的那两个汉子 他躬身笑道 两位道长好精的易容之术 若非冲须道长提及 晚辈竟想不起来 那两个老道 那时伴着香农 一个挑柴一个挑菜 气喘吁吁 似乎全身是病 此刻却是精神异议 只不过眉目还依稀认得出来 冲须指着那办过挑柴汉子的老道说 这位是清须师弟 他又指着那办过挑菜汉子的老道说 这位是我师侄道号成高 灵狐掌门 好高明的剑术啊 得罪得罪 我这两位师弟和师侄 剑术算不得很精 但他们年轻之时 曾在西域住过十几年 却各学的一项特别本事 一个精善机关血气之术 一个则善之炸药 那是世上少有的本事了 灵狐兄弟 我带他们二人来 另有一番用意 盼望他们二人 能给咱们办一件大事 办一件大事 老道不揣冒昧 带了一件物事来到贵山 要请灵狐兄弟瞧一瞧 冲须为人洒脱 不如方正之拘谨 因此 一个称他为灵狐兄弟 另一个却叫他灵狐掌门 灵狐冲颇感奇怪 要看他从怀中 取出什么物事来 冲须笑他 这东西着实不小 怀中可放不下 清虚师弟 你叫他们拿进来吧 清虚答应了出去 不久便引进 四个香农模样的汉子来 个人吃了脚 都挑着一担子菜 清虚道 见过灵狐掌门 和少林寺方丈 那四名汉子 一起躬身行礼 灵狐冲知道 他们必是武当中 身份不低的人物 当即客客气气的环礼 清虚诱导 取出来 装起来吧 四名汉子 将担子中的青菜萝卜取出 下面露出几个包袱 打开包袱 是许多木条 铁器 罗钉 罗钉 鸡黄之物 四人行动极为迅速 将这些家伙拼欠斗合 片刻间 就装成了一张太师椅子 林狐冲更是奇怪 心中寻思 这张太师椅中 装了着许多机关弹簧 不知有何用处 难道 是以功修炼内功之用 椅子装成后 四人从另外两个包袱中 取出椅垫 椅套 放在太师椅上 静世之中 煞尸间光彩夺目 但间那椅套 以蛋黄锦缎制成 金黄色丝绒绣了九条金龙 捧着中间一个 刚从大海中升起的太阳 左边八个字是 忠兴圣教 责备苍生 右边八个字是 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那九条金龙 张牙舞爪 神采如生 这十六个字 更是银钩铁化 令人瞧着 说不出的舒服 在这十六个字的周围 坠了不少明珠钻石 和珠斑翡翠宝石 简陋的小小安堂之中 突然间满世 尽是珠光宝气 灵狐冲拍手喝彩 想起冲虚是才说过 清虚曾在西域 学的一首制造机关消气的本事 便道 任教主见到这张宝座 那是非错以下不可 以中饥黄发作 便可送了他的性命 是不是 任我行 应变神速 行动如电 义中虽有饥黄 他只要一决不妥 立即跃起 须伤他不到 这张椅子脚下装有药引 通到一堆火药之中 冲须此言一出 灵狐冲和少林诸僧 均是脸上变色 方正口念佛号 阿弥陀佛 这饥黄的好处 在于有人随便一坐 并无事故 一定要坐到一炷香时分 要饮这才饮法 那人我行为人多疑 又极精细 突见横山建信封上 有这样一张椅子 一定不会立即就坐 定是派手下人先坐上去试试 这一套上既有金龙捧日 又有什么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字样 抹脚中的头目自然 谁也不敢久坐 而人我行 一坐上去之后 又一定舍不得下来 道长果然设想周到 千须是地 又另有不止 倘若人我行竟是不做 就人拿下一套一垫 甚或拆开椅子瞧瞧 只要一拆动 一样地引发机关 成高师指 这次带到宝山来的 共有两万斤炸药 毁坏宝山灵井 恐怕是在所不免的了 两万斤炸药 这许多火药引发 玉石俱焚 任教主固然被炸死 盈盈和向大哥 也是不别 冲须见灵狐冲 脸有异色说道 魔教扬言要将贵派 尽数杀害 灭了恒山派之后 自己来供我少林武当 生灵投炭 大祸难以受拾 咱们设此毒计 对付人我行 用心虽然险恶 但除此魔头 用意再救武林 千千万万性命 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为救众生 却也须辟邪 降我 杀一毒风 而救千人万人 正是大慈大悲 的行径 方丈大师 双手和时 说这几句话时 神色庄严 一众老僧老道 都站起身来 和时低眉 齐声道 方丈大师 说得甚是 灵狐冲也知 方丈所言 极何正理 日月教 要将恒山派杀得鸡犬不留 政教各派设计 将人我行炸死 那是天经地义之事 无人能说一句不是 但要杀死人我行 他心中已颇为不愿 要杀相问天 更是宁可自己先死 至于盈盈的生死 反而不在顾虑之中 从之 两人生死与共 倒不必多所操心 眼见众人的目光都射向自己 灵狐冲微一沉吟 说道 事已至此 日月教逼得咱们无路可走 冲须道长这套计策 恐怕是商人最少的了 灵狐兄弟说得不错 商人最少四字 正是我辈所求 晚辈年轻时浅 今日恒山之事 便请方正大师 冲须道长二位主持大局 晚辈率领本派弟子 同共驱策 这个可不敢当 你是恒山之主 我和方丈师兄 岂可宣宾夺主 此事绝非晚辈先退 实在非请二位主持不可 灵狐掌门之意甚成 道兄也不必多所推让 眼前大事 由我三人共同为首 但由道兄发号使令 以总其成 冲须再谦虚几句 也就答应了 说道 上横山的各处通道上 咱们均以扶下人手 魔教何日前来攻山 事先必有音讯 那日 灵狐兄弟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 咱们由左冷禅策划 摆下一个空城计 万别胡闹 惶恐之志 想不到昨日之敌 反为今日之友 咱们再摆空城计 那是不行的了 势必欺人我行之疑 以老道浅见 恒山全派均在山上抵御 少林和武当两派 也各选派数十人出手 明知魔教来攻 少林和武当 倘若竟然无人来源 大为常情 任我行之老贼 定会猜到其中有诈 正是 其余昆仑峨眉空铜珠派 却不必露面 大伙儿都应付在山洞之中 魔教来攻之时 恒山少林武当三派人手 便竭力相抗 必须打得四母四样 咱三派出手的 都要是第一流好手 将对方杀得越躲越好 自己需得尽量避免损折 魔教高手如云 此番由备而至 这一仗打下来 双方死伤必重 咱们着几处悬崖峭壁 安排下长绳铁锁 斗到分计 眼见不敌 一个个便从长绳 坠入深谷 让敌人难以追击 任我行 大获全胜之后 再见到这张宝椅 当然得意洋洋地坐了上去 炸药一引发 任老魔头便有天大的本领 那也是插翅难逃 跟着恒山八条上山的通道之上 三十二处地雷同时爆炸 魔教教中再也无法下山了 三十二处地雷 正是 程高师旨从明日一早起 便要在八条登山的要道之中 每一条路选择四个最显耀的所在 埋藏强力地雷 地雷一炸 上山下山 道路全断 魔教教中有一万人上山 叫他们饿死一万 两万人上山 饿死两万 咱们学的是左冷禅之旧计 但这一次 却不容他们从地道中脱身了 那次能从少林寺逃脱 也真侥幸之极 孝傲江湖 第三百零八集 灵狐冲想起当日在少林寺的种种遭遇 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呕的一声 冲嘘问道 灵狐兄弟可觉安排之中有何不妥 晚辈心想 任教主来到恒山之省 见了这宝椅 自然十分喜欢 但他必定生意 何以恒山派坐了这样一张椅子 绣了千秋万载 一桶江湖这八个字 此事若不弄明白 只怕他未必就会上当 这一节老道也想过了 其实任老魔头坐不坐这张椅子 也非关键之所在 咱们另外按服药银 一样的能引发炸药 只不过当他正在得意洋洋的千秋万载 一桶江湖之际 突然间祸生足底 更足以成为武林中弹筑罢了 是 程高道人说道 是说弟子有个主意 不知是否可行 哦 你便说出来 请方丈大师和灵狐掌门指点 听说灵狐掌门和任教主的大小姐 云有婚姻之约 只因政邪不同道 才生足梗 倘若灵狐掌门派两位恒山弟子 去见任教主 说道乔在任大小姐面上 特地觅得乔首匠人 只成一张宝椅 送给任教主乘坐 盼望两家休战言和 不管任教主是否答应 但当他上了恒山 见到这张椅子之时 也就不会起疑了 此计大妙 一来 不成 灵狐冲一摇头 冲须一睁 知道已讨了个没趣 问道 灵狐兄弟有何高见 任教主要杀我恒山全派 我就紧力抵挡 智取力敌 皆无不可 他来杀人 咱们就炸弹 可是我绝不说假话骗他 好 灵狐兄弟光明磊落 令人钦佩 咱们就这么办 人老魔头生意也好 不生意也好 只要他上恒山来意图害人 便叫他大吃苦头 当下个人商量了 御敌的细节 如何抗敌 如何掩护 如何退却 如何引发炸药地雷 一一都商量妥当 冲须极为心细 生怕临敌之际负责引发炸药之人遇害 另行派定复首 话说次日清晨 灵狐冲引导众人到各处细查地形地势 冲须和成高二人 选定了埋炸药 安药瘾 不地雷 浮暗哨的各处所在 冲须和灵狐冲 选定了四处决险之所 作为退路 方正冲须 灵狐冲 方生四人是各手一触 不让敌人破镜 以待遇敌之人 尽数坠着场所 退入深谷 这才最后入谷 然后 灰剑斩断场所 令敌人无法追击 当日下午 武当派中又有十人 伴坐乡农乔夫 络绎上山 在清虚和成高指点之下 安藏炸药 恒山派女弟子 把守各处山口 不让闲人上山 以防日月教派出探子 得戏机密 如此这般忙碌了三日 均已就绪 静候日月教 大举来功 屈指计算 离人我行朝阳风之会 已经将近一月 此人言出必行 定不误期 这几日中 冲须 成高等人甚为忙碌 灵狐冲 反击清贤 每日里 默念方正 转授的内功口诀 依法休息 欲有不明之处 便向方正请教 这日下午 一喝一清 一邻正恶 秦娟等一众女弟子 在练剑听练剑 灵狐冲在旁指点 眼见秦娟 年纪虽小 对剑术要指 却颇有误心 他称赞道 秦室没聪明的琴 这一招已得了绝巧 只不过 一句话还没说完 突然 丹田中 一阵剧痛 邓石坐倒 众弟子大惊 赶忙抢上香符 一起问道 怎么了 灵狐冲知道 又是体内的 一种真气发作 苦于说不出话 众弟子正乱间 忽然听得扑叔叔几声响 两只白鸽直飞进厅来 众弟子叫道 恒山派养得许多信鸽 当日定境师太 在伏剑御敌 定贤定义二位师太 被困龙泉铸剑谷 均曾遣信鸽求救 眼前 飞进听来的这两头信鸽 是守在山下的 本派弟子所发 这信鸽的背面 涂有红色颜料 一见之下 便知道是 日月教大敌公道了 自从方正大师 冲须道长来到恒山 众弟子 见有强缘到来 一切布置就绪 原以宽心 谁料正在这紧急关头 灵狐冲却会并发 却是大大的意外 一清叫道 一知一闻二位师妹 快去禀告方正大师 和冲须道长 二人应命而去 一清又道 一和狮子 请你壮重 一和点了点头 飞身出厅 奔向钟楼 只听得 当当当当当 这是三长两短的钟声 从钟楼上响起 传遍全峰 跟着 通缘谷 玄空寺 黑龙口 各处寺庵中的大钟 也都响动 方正大师事先吩咐 一有敌警 便以三长两短的钟声视讯 但钟声 必须舒缓有致 以示闲视 不可显得惊慌张慌 只是一和十分性急 法明中虽然有一个和字 可形势却一点不合 那钟声中 还是流露了急躁之意 恒山派 少林派 武当派 三派人手 当即 依照事先安排 是吩咐各地 以备迎敌 为了减少伤亡 从山脚下 到剑信封封顶的各处通道 均无人把守 索性门户大开 让敌人来到封上之后 再行接战 钟声停歇后 封上封下便鸦雀无声 昆仑 峨 空同 猪派来源的高手 都浮在封下 隐僻之处 只待魔教教众上封之后 一得号令 便截住他们退路 冲须 为了防备泄露机密 于山道上埋藏地雷之事 并没有告诉猪派人士 魔教神通广大 在昆仑猪派门人弟子中 暗抚内奸刺探消息 这绝不为奇 灵狐冲听得钟声 知道日月将大举来功 可小腹中 却如千万把力刀乱咱乱刺 只痛得抱住肚皮 在地上打滚 怡林和秦娟下的脸上 全无血色 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 怡青道 咱们扶着掌门人 去无色安 且开少林方丈 和冲须道长 是何主意 当下 雨嫂和另一位老尼姑 伸手拖在灵狐冲肋下 是半驾半台 把她扶入无色安中 刚到安门 只听得风下 喷喷喷 号泡之声不绝 跟着号角 呜呜是鼓声咚咚 日月轿 果然是以堂堂之阵 大举前来攻山 方丈和冲须 已得知灵狐冲并发 赶忙从安中抢了出来 冲须道 灵狐兄弟 你尽可放心 我已吩咐灵狐师弟 带我掩护武当派退去 掩护贵派之责 由老道辅之 灵狐冲点头视线 方丈道 灵狐掌门 还是先行退住身骨 免有疏语 万万 万万不可 拿起来 冲须也颤了几句 但灵狐冲执意不允 突然 那鼓角之声止歇 跟着叫声如雷 声叫主 千秋万才 一同将武 听这声音 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之中 方丈冲须灵狐冲 三人相顾一笑 秦娟捧着灵狐冲的 长剑递过去 灵狐冲伸手欲揭 可右手不住发抖 竟然拿不稳剑 秦娟把剑挂在他腰带之上 忽听得唢呐之声响起 月声月耳 并无沙发之音 只听得庶人一起 朗声说道 日月神教圣教主 遇上剑进风来 和恒山山林场 和掌门相会 正是日月教朱长老 齐声而道 方丈说道 日月教先礼后兵 咱们也不可太小气了 灵狐掌门 便让他们上风如何 灵狐冲点了点头 便在此时 腹中又是一阵剧痛 方丈见他满脸冷汗淋漓 灵狐掌门 但天内疼痛难当 不妨以风前辈所传的内功心法 是叫导引盘旋 灵狐冲体内 十数五亿种真气 正自纠缠冲突 搅扰不清 如家导引盘旋 那无意是引刀自枪 痛上加痛 但反正已痛到了极点 当下也来不及细思后果 便依法盘旋 果然 真气撞击之下 小腹中的疼痛 比之先前更为难当 但盘旋的树下 十余股真气 便如是细流归织流 织流会大穿 隐隐似有轨道可寻 虽然剧痛如故 却已不再是乱冲乱撞 冲击之处 心下已先有知觉 只听得方正缓缓说道 恒山派掌门灵狐冲 武当派掌门冲须道人 少林派掌门方正 恭候 日月教 人教主大教 他声音并不甚响 缓缓说来 却送得极远 灵狐冲 暗运内功心法 感觉很有效果 索性盘膝坐下 目观鼻 鼻观心 左手俯胸 右手暗腹 依照方正 转授的法门 练了起来 他练这心法 只不过数日 虽有方正 每日详加解说 毕竟修为极浅 但这时 依法引导之下 十余谷一种真气 竟能渐渐规矩 灵狐冲不敢稍有待乎 他宁神致志地 引气盘旋 初时 听得鼓乐丝竹之声 可到后来 却什么 也听不到了 方正见灵狐冲 专心练功 脸露微笑 而听得鼓乐之声大作 日月教教众教导 日月神教 文成武德 责备苍生圣教主 大驾唱恒山来了 过了一会儿 鼓乐之声渐渐一进 上渐兴风的山道甚长 日月教教众脚步虽快 走了好一会儿 鼓乐声也还指到半山腰 伏在恒山各处的 正教门下之势 心中都在安骂 臭教主好大的架子 又不是死了人 吹吹打打的干什么了 预备迎敌之人 心下更是碰碰乱跳 个人本来预计 魔教教众杀上山来 便于月初恶斗一场 杀得一批教众后 待敌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便寻场所 而退入深谷 却不料 人我行装模作样 好似皇帝御驾出巡一般 这吹吹打打的来到风上 众人倒不便先行动手 只是心弦反而扣得更加紧了 过了两久 灵狐冲觉得 丹田中一种真气 给慢慢压了下去 痛楚渐渐 心中一分神 立时响起 是 仁教主要上风来 灵狐冲立时跳起身来 好些了吗 动上手了吗 还没到呢 好急 刷的一声 他拔出了剑 却见方正 冲须等手上均无兵刃 一和一清的女子 在无色鞍前的一片大空地上 排成树行 引伏横山剑阵之法 长剑却物字悬在腰间 这才想起 人我行尚未上山 自己未免过于黄疾 于是他哈哈一笑 还剑入鞘 只听得唢呐和中鼓之声停歇 想起了消敌胡琴的戏乐 他心想 人教主花样也真多 戏乐一做 他老人家是大驾上风来了 越见的人教主 古怪多端 越觉得肉麻 戏乐声中 两行日月教的教众 一对对地并肩走上风来 众人眼前一亮 但见一个个教众 均是穿着崭新的墨绿紧袍 妖际白带鲜艳夺目 前面一共四十人 每人手托盘子 盘上铺段 不知放着些什么东西 这四十个人 腰间竟未悬挂刀剑 四十名锦衣叫中 上得风来便远远站定 跟着走上一队二百人的戏乐队 也都是一身锦衣 销管私弦 仍然是不停地吹奏 其后上来的是号手鼓手 大罗小罗 脑伯钟灵 是一应俱全 灵狐冲看得有趣 心想 待会儿打枪起来 有锣鼓相合 岂不是如同在戏台上做戏 古月声中 日月教教众一对对地上来 这些人显然是按着唐鸣分裂 衣服颜色也各有不同 黄衣 绿衣 蓝衣 黑衣 白衣 一对对地花团紧簇 比之作戏赛会这衣室还更光鲜 只是每个人腰间各计白带 上风来的却有三四千之重 冲须道长心中许诗 趁他们立足未定 便一阵冲杀 我们较占便宜 但对方壮神弄鬼 要来什么先例后兵 我们若急动手 倒为免小气了 眼见灵狐冲笑嘻嘻地不以为意 那方正则视若无睹 不动声色 冲须心下 我如显的张皇 未免定力不够 只见各教众分批站定后 上来十名长老是五个一边各站左右 音乐声突然指歇 十名长老齐声说道 日月神教 文称武德 责备藏生圣将主驾到 便见一顶兰泥大轿台上风来 这顶轿子 由十六名教夫抬着 一栋既快且稳 一顶轿子 便如是一位轻功高手 轻轻瞧瞧地便上到风来 足见这一十六名教夫 个个身怀不弱的武功 灵狐冲定眼看去 只见 教夫之中 竟有祖千秋 黄波流 纪无师等人在内 料想 若不是那老头子身子太矮 无法和祖千秋等人一起抬轿子 那么他也被逼做一位教夫了 灵狐冲着气往上冲心下 祖千秋他们军事当时豪杰 任教主却破领他们做抬轿子的见识 如此奴役天下英雄 当真令人气炸了胸膛 兰尼大轿旁左右各有一人 左手是向问天 右手是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甚是面熟 灵狐冲一争 任的 这是洛阳城中教他弹琴的绿竹翁 这人叫盈盈做姑姑 以至自己误以为盈盈是个年老婆婆 自从离了洛阳之后便再没和他相见 今日却跟了人我行上渐性风来 灵狐冲一颗心是砰砰乱跳 心中寻思 何以不见营养 这些教主何以人人妖际白带 似是扶桑一般 难道盈盈眼见父亲 率重攻打横山 苦见不听 竟然自杀死了 灵狐冲 胸口热血上涌 丹田中几下剧痛 当下便想冲上去问相问天 但想人我行便在教中 他终于忍住 渐性风上虽聚着数千之钟 却是鸦雀无声 那顶大轿停了下来 众人的目光都射向较为 只带人我行出来 忽然 听得无色安中传出一阵喧啸之声 只听得一人大声道 快让开 给我坐 大家别争 自大自小 轮着坐坐这张九龙宝椅 正是那桃花仙和桃枝仙的声音 方正 冲须灵忽冲等人立刻骇然变色 这桃谷六仙不知何时闯入了无色安中 正在争作这张九龙宝椅 坐得久了 引动药引 那便如何是好 冲须道长赶忙抢进安中 只听了他大声喝道 快起来 这张椅子是日月教人教主的 你们坐不得 为什么坐不得 我必须要坐 就是啊 快起来 让我也坐了 这椅子坐得真舒服 软软的 好像坐在大胖子的屁股一般 你坐过大胖子的屁股吗 是啊 灵忽冲心知 桃谷六仙正在争作九龙宝椅 你坐一会儿 他坐一会儿 终将压下饥荒 引发埋藏于无色安下的数万斤炸药 渐兴风上 日月教和少林武当横山派群豪 势必玉石俱焚 灵忽冲初识 也想冲进安中制止 但不知怎的 内心深处 却似乎是盼望那炸药炸浆起来 反正盈盈已死 自己也不想活了 大家一瞬之间 同时毕命 岂不干净 一瞥之间 墨地里见到 怡林一双翘目 在凝望自己 但和自己眼光一接 立刻避开 心想 怡林小师妹 年纪还这样小 却也给炸得粉身碎骨 岂不可惜 但世上有谁不死 就算今日大家安然无恙 再过得一百年 此刻渐兴风上的每一个人 还不都成为白骨一对 想到此刻 只听到桃骨六仙 还在争闹不休 你已经坐了第二次了 第一次还没坐过呢 我第一次刚坐上去 便给拉了下来 那可不算 我有一个主意 咱们六兄弟 一起挤在这张椅子上 请看坐不坐得下 妙计妙计 大家挤呀 快挤呀 你先坐 我坐上面 大人坐下面 小的坐下面 大人先坐 年纪越小 坐得越高 对对对 方正大师眼见危机 只在顷刻之间 又不能出声劝阻 泄露了机关 他当即快步入殿 大声说道 鬼客在外 不可争闹 别吵 这别吵二字 是运起了少林派 至高无上内功 金刚缠 狮子吼功夫 一股内加尽力 是对准了 桃古六仙喷去 冲须道长 只觉得头脑 一晕险些摔倒 桃古六仙 已同时昏迷不醒 冲须大喜 出手如风 先将坐在椅子上的 两人提开 随即点了六人穴道 都推到了 观音菩萨的供桌底下 俯身在椅旁细听 幸喜 这椅子并无一声 冲须只觉 手足发软 是满头大汗 只要方正 再迟得片刻进来 药引一发 那是人人同归于尽了 冲须和方正 并肩出来说道 请人教主 进安奉茶 可是 教维闻风不动 教中始终没有动静 冲须道长 心中大怒 想着 老魔头架子嫩大 我和方正大师 灵狐掌门三人 在当今武林之中 未忘何等崇高 站在这里 向后 你竟不理不睬 若不是九龙椅中 拂有机关 充须便要长剑出手 挑开教围 立刻和人我行动手了 他又说了一遍 教中仍是无人答应 向问天 弯下腰来 扶尔教边 听取教中人的指示 是连连点头 站直了身子后 说道 毕教任教主说道 少林寺方正大师 武当山冲须道长 两位武林前辈 在此相后 急不敢当 日后 自当亲父少林武当 相谢赔罪 任教主说道 教主今日来到恒山 是专位和灵狐掌门 消会而来 单请灵狐掌门一人 在安中相见 说着做了个手势 十六名教夫 便将教子抬入 安中观音堂放下 向问天和绿竹翁 陪着进去 却和众教夫 一起退了出来 安中便只留下一顶教子 冲须心想 其中有诈 不知教子之中 藏有什么机关 想着 向方正和灵狐中瞧去 方正不善应变 不知如何才是 脸现迷惘之色 只听得灵狐冲道 任教主 基于晚辈一人相见 便请两位 在此稍候 小心在意 灵狐冲点了点头 大踏步走进安去 那无色安 只是一座小小的瓦屋 观音堂中 有人大声说话 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只听得灵狐冲道 晚辈灵狐冲 拜见任教主 却不听见 任我行说什么话 跟着 灵狐冲突然 啊的一声 叫了出来 笑傲江湖 第三百一世纪 充须吃了一惊 只怕灵狐冲遭了人 陌形的毒手 他一步跨出 便与冲进香园 但随即心想 灵狐兄弟 剑术之精 当世无双 他竟安时 邪有常见 不至一朝间 便为任老魔头所致 倘若真的不幸 遭了毒手 我便奔进去 动手 也已救不了他 任老魔头 如没杀 灵狐兄弟 那是最好 倘若灵狐兄弟 已遭毒手 老魔头 独自一人 留在观音堂中 必去九龙椅上 坐坐 我冲江进去 反而坏了大事 哎呀 任老魔头这会儿 只怕已做到了椅上 再过片刻 触发药引 这剑杏风的山头 都会榨去榜 我如此刻遍及去壁 未免显得怒气 给向门天这些人 敲了出来 立即出声示警 不免功败垂成 但若炸药一发 伸手再快 也来不及闪避 那可如何是好 冲须本来计算周相 日月教一攻上风来 便如何接战 如何退避 预计 任我行坐上九龙椅之时 少林武当衡山三派人众 均已退入深谷 不料 日月教一上来竟不动手 来了个什么先礼后兵 任我行 更要和灵狐冲 单独在安中相会 全是事先算不到的变局 冲须虽饶有智迹 一时却浑然没了主意 方正大师也知局面紧急 一生挂念灵狐中的安危 但他修为济身 胸怀一级通达 只觉生死荣辱 获福成败 其实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到头来结局如何 皆是个人善业 物业所造 非能强求 因此 方正内心虽隐隐觉得不安 却是淡然置之 当真炸药炸将起来 尸骨为灰 那也是舍却这皮囊之一法 有何惧之有 九龙以下埋藏炸药之事 极为机密 除了方正冲须灵狐冲之外 动手埋药的清须成高等此刻 都在封腰相后 只待封顶一炸 便即引发地雷 剑性封上其他人均不知情 少林武当横山三派人众 只等人我行和灵狐冲 在无色安中说将了动手 便拔剑 对付日月教教众 充须守候良久 不见安中有什么动静 更无声息 他当即运起内功 倾听声息 隐隐听到似乎灵狐冲 低声说了句什么话 他心中一喜 原来灵狐兄弟安然无恙 心情一分 内功便不精纯 一时便再也听不到什么 又担心事才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 心有所欲 便耳有所闻 未必真是灵狐冲的声音 否则为什么再也听不到他的话声了呢 又过了好一会儿 却听得灵狐冲叫道 向大哥 请你来陪送仁教主出安 是 向问天和绿竹翁二人 率领了一十六名教夫 走进吴瑟庵去 将那顶兰尼大教抬了出来 站在安排的日月教教中 一齐功身说道 恭迎圣教主大驾 那顶教子 还到原先停住之处 放了下来 向问天道 乘上圣教主 赠给少林寺方丈的礼物 两名锦衣教仲 拖了盘子 走到方丈面前 恭身奉上盘子 方丈 进一只盘子中 放的是一串十分陈旧的 陈香念珠 另一只盘子中 是一部手抄古经 封皮上写的是梵文 实德乃是金刚经 不由得一阵狂喜 方丈经研佛法 与金刚经更有心得 只是所读到的是 东建石高僧 揪摸罗石的中文译本 其中颇有难解之处 生平可遇一件梵文原经 以作印证 但中原无处可觅 此刻一见 当真欢喜不尽 何时躬身说道 阿弥陀佛 老僧得此宝经 感激无量 他恭恭敬敬伸出双手 将内部梵文金刚经捧起 然后取过念珠 说道 敬谢任教主后赐 实不知何以为报 相问天道 毕教教主说道 毕教对天下英雄无礼 深以为愧 方丈大师不加责怪 毕教已是感激不尽 城上任教主 赠给武当派掌门道长的礼物 两名锦衣教众应声而出 走到冲须道人面前 躬身奉上盘子 那二人还没走近 冲须便见一只盘子中横放着一柄长剑 带二人走近时宁神看去 只见长剑剑鞘 铜绿斑斓 以铜丝 欠着两个撰文 真武 这是 武当派创始之祖 张三丰先师所用佩剑 名叫真武剑 向来是武当派镇山之宝 八十余年前 日月教几名高手长老夜袭武当山 将宝剑连同张三丰手术的一部太极拳经 一并倒了去 当时是一场恶斗 武当派死了三名一等一的好手 虽然也杀了日月教四名长老 但一惊一剑却未能夺回 这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 八十余年来 每一代掌门临终前留下一讯 必定是夺还此金此剑 但黑木崖壁垒森严 武当派数度名夺暗道 均无功而还 反而每次都送了几条性命在黑木崖上 想不到 此剑竟会在剑性风上出现 他斜眼看另一只盘子时 盘中赫然是一部手术的册页 指色早已转黄 封皮上写着太极拳经四字 冲须道人在武当山 见过不少张三丰的手术遗迹 一剑 便知这太极拳经 却是真迹 他双手发颤 碰过长剑 右手握住剑柄 轻轻抽出半截 顿觉寒气扑灭 冲须知道 三丰祖师到晚年时 剑术如神 轻易已不实践 即使迫不得已和人动手 也只用寻常铁剑木剑 这柄真武剑 是他中年时所用的兵刃 扫荡群鞋 威震江湖 是一口极其丰锐的利器 他物自生怕给人我行骗了 再翻开那太极拳经一看 果然是三丰祖师所述 他将经书放还盘中 跪倒在地 像一经一剑磕了八个头 站起身来说道 人教主宽宏大量 持武当祖师爷的遗物 重回真武关 冲须奋身难报大德 冲须道长将一经一剑接过后 心中激动 双手掺个不住 只听得像问天道 毕教教主言道 毕教昔日得罪了武当派 好生惭愧 今日完毕归赵 还望武当派上下见谅 任教主可说得太客气了 呈上圣教主 赠给恒山派灵狐掌门的礼物 方正和冲须君想 不知他送给灵狐掌门的 又是什么宝贵至极的礼品 见这次上来的 一共二十名锦衣教众 每人也都手托盘子 走到灵狐冲身前 盘中所成的却是 袍子 帽子 鞋子 酒壶 酒杯 茶碗之类的 日常用具 虽然十分精致 却显然并非什么出奇物事 只有一只盘子中 放着一根玉箫 一只盘子中 放着一具古琴 较为珍贵 但和赠给方正充须的礼物相比 却是不可同日而喻了 灵狐冲拱手道 多谢 灵狐冲命恒山派 余嫂等人把礼物收了过来 向问天道 毕教教主言道 此番来到恒山 诸多滋扰 甚是不当 恒山派每一位出家的师太 致送新衣一席 长剑一口 每一位俗家的师姐师妹 致送事物一剑 长剑一口 还请笑纳 毕教 又在恒山脚下 购置两田三千亩 奉送吴色安 作为安禅 这就告辞 说着 他向方正充须 灵狐冲三人 身身一衣 转身便行 充须道长交道 向先生 向问天转过身来 笑着问 道长 有何吩咐 承蒙贵教主后辞 无功受禄 心下不安 不知 不知 他连说了两个不知 再也接不下口去 充须 想问的是 不知是何用意 但这句话 毕竟问不出口 向问天笑了笑 他抱拳说道 物归原主 理所当然 道长何必不安 教主起驾 乐声奏起 十名长老开道 一十六名教夫 抬起兰尼大教 走下风去 其后是号角队 金谷队戏乐队 再后是各堂教众 鱼冠下风 充须和方正 一起望向灵狐冲 心中均响 任教主何以改变了主意 其中缘由 只有你才知情 但从灵狐冲的脸色中 却一点也看不出来 但见他似乎有些欢喜 又有些哀伤 耳听得日月教教众 走了一会儿 乐声便记止些 什么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呼声 也不再响起 竟然是耀武扬威而来 掩其息骨而去 充须忍不住问道 灵狐兄弟 人教主忽然是会 自必是冲着你的天大面子 不知 不知 充须自是想问 不知跟你说了什么 但随即心想 这其中的缘由 如果灵狐冲愿意说 自然会说 若不愿说 多问只有不妥 是已说了两个不知 便及诸口 只听得灵狐冲道 两位前辈原谅 十才晚辈 已搭远了任教主 其中缘由 暂且不便相告 但其中 一无大不了的隐秘 两位日久自知 一边的方正 哈哈一笑 说道 一场大祸 消逆于无形 实是无邻之福 看任教主 今日的举止 有政教各派 实无敌 夸解了无量杀结 实乃可喜可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钞 订阅 吹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